那我们进入三点四的话呢 就是讲解化合价的 什么是化合价呢 我们科学上呢 是把一种元素的原子和其他 种元素原子结合的能力 我们就用化合价来表示 简单来讲 其实他这个的化合价来讲呢 他跟什么有关呢 他跟我上一章讲解的 最外层电子的电子数有多少个 还有他还欠 有时候呢是看他还欠多少个 他就满 因为满的话呢 就代表了他是稳定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就讲 第一层是有两个吗 对不对 第二层是有八个吗 八个就满了 第三层好像也是八个呢 就大概是满了 不过这个是前面20个的一个情况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 CH4 就是一个C呢 他其实可以接四个H的 所以他的这个结合能力来讲呢 我们为什么知道他是CH4 而不是CH3 而不是CH2 而我们怎样知道呢 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例的存在呢 这个就要看化合价了 不过高中呢 会有更特殊 更特别 更更奇怪的一个情况 好像从化合价呢 好像 比如说那个 饲养化三天 那个化合价 好像算不出来的 不过我们先讲解一些 比较可以算得出来的 大致上呢 不过大部分呢 都是遵循这个规律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 所以我们以水分子为例 因为水分子是很简单的 那CH呢 它的化合价其实是-1 我们先告诉你 氢的化合价是-1 O的化合价呢 其实是-2 所以如果我整个的 整个分子呢 要达到平衡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化合价呢 就必须要加起来 代数核为0 OK 所以 化合物 这里有一句话呢 化合物 所有的元素的化合价呢 代数核必须要为0 那怎样为0呢 他就讲说 哦我既然我的O 呃是-2的话 那我的H就放两粒咯 就变成正1乘2 就变成正2 正2-2就会得到0 啊对吧 啊 所以呢 这个情况呢 哎呦我就可以得到0了 所以任何的情况呢 我们都是希望说 我要达到整个 化合价的代数核为0 而这个 原则啊 推算到呢 我们就想要说 如果我要 把两个东西结合 它的数量要放多少呢 啊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教了 OK 所以说一般上来讲 哎呦这边呢 我们先这样看 如果我告诉你 H是正1的 Cl会是多少 啊 比如说 讲HCl会是一个化合 化合物来的 H如果是正1的话呢 这样Cl呢 将会是-1了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呢 他才可以得到 那个 啊 加起来等于0嘛 对不对 1 加1-1 就会得到0 所以呢 这个不难猜测呢 Cl的化合价呢 其实是负1 那如果我是讲 OCCL4 又是一个化合物 这样Cl 他有四个 这样是不是代表 他这里是负4啊 负4的话呢 这代表 HC呢 就会是正式了 同理这边呢 你看到 O呢 的化合价是负2 它有两粒 就变成负4 负4呢 这一边呢 就会变成负4 啊 C其实是负4的 OK 我们再看一下啊 啊 S呢 S就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负2 就会得到负6 所以我要变成0的话呢 这个 S呢 就是正6 O是负2 它是一个的 这样MG呢 就会是正2 OK 那 S也是负2 MG 哎呀 还是一个正2 啊 所以这里 它其实不是乱来的 它 它整个来讲呢 虽然它是叫你推测啦 但是它全部根据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情况 MG的话和加亚的确是正2的 然后NA的话呢 因为这里有两粒 S是负2 这样我 每一粒带正义呢 好像就可以平衡掉了 对不对 正1乘2 再减2 就会得到0 啊 所以呢 这一个小小的活动呢 是让你啊 去推算出另外一个到底是多少 但是这一边它是给了你那个数目嘛 对不对 这个是1跟4 这个是1跟2 这个是1跟3 它给了你数目 啊 所以这个 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讲说 我可以推算出另外一个 但是 给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化合架啊 常用的话 而且要被弯起来 OK 那怎样被呢 当然有一个方法的了啊 啊 我看一下 呵呵 呃 轻 有一个口诀的 他们叫做轻贾纳营正义价 轻 轻贾纳营正义价 喂 我的笔记那边应该有 轻 轻贾纳营正义价 其他金属正乌价 因为正乌价 你会发现到哇 正乌价好像几乎全部都是正乌价的 哦 所以我们不用理啊 我们总之 其他的全部 啊 奇奇怪怪的金属是正乌价的 啊 然后 我偷看一下我的笔记啊 亲 他有一个口诀的 我找一下啊 不好意思 啊 听脚纳营正义价 其他金属正乌价 金属铝为正三价 啊 金属铝 金属铝为正三价 福利秀点负一价 福利秀点 秀 福利秀点其实是那个 呃 呃 呃 第7A族的7A族打直辈的 福利秀点爱啊 福利秀点 负一价 还有什么 养铝 养流都是 都是负二价 还有呢 还有 担铃最低负三价 还有其他可变价 啊 说这个这几个呢 这12345应该很够用了啦 啊 青甲纳营正义价 其他金属正二价 我就不夸起来了 然后金属铝为正三价 啊 金属铝为正三价 福利秀点福在这里 绿在这里 修在这里点在这里 福利秀点负一价 这一些是可变价 什么叫可变价呢 就是他 他大部分的情况是负一价 但是有一些情况呢 会变成真五或者真七价的 哦 所以就看他跟跟谁结合 不过我们是基那个比较 经常会用到的了哦 仰 仰和柳啊 仰和柳 仰 仰是负二啦 对不对 柳是负二 哎 柳在哪里 柳在这里 仰柳是负二 然后 弹铃是负三 好 这几个呢 我们是这样子来记的 啊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铁是正二和正三 这个是比较特特别的两个都要记我两个都要记而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四氧化三天呢也就是因为他有正二跟正三价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说这些口诀老实讲如果背这个口诀是不是已经够用了我个人是觉得是 啊 然后呢我的我教学生记的方法呢我是看前面二十个 呃这个应该不需要再背了吧呃不好意思要哈哈哈是要了啊那呃这个是正呃因为你要知道化合家你才可以呃把那个 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化合化学士呢写得出来啊所以是要用到的 不安你为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的方式呢我不是叫你们背了前面二十个吗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已经乖乖的背了二十个我们可以用呃这个 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你给我讲啊你给我开一下我的呃第二章的那一份因为有呃元素周期表 我们可以利用元素周期表的位置呢来记起来到底他是呃多少的化合家 我叫你们背什么 哦不在这里上那我去翻一下那个笔记呃要到了又到了啊这里啊 清 甲 那 啊 银要特别背哦不清甲那为什么会争一家因为他在这一行 那这一边呢是真二家了啊钙跟美都是真二家但是有其他金属其实都是真的家 啊只有特殊的很像铁是真三家铝为什么是真三因为他在这里 所以他也跑不掉他一定是真三 然后呢呃福律秀点其实秀根点是在 福律的下面了啊所以为什么他是富富一家然后养跟流是富二吗对不对在这里啊 半根零是正三啊在这里啊 哎这反正就是这样子 哎负三家 sorry负三家正一正二正三负一负二负三搞定 就是背这前面二十个你只要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的一个format 啊所以你不要乱乱背那个位置的不不一样啊 轻轻害离皮棚你不要前面五个 哦雷你发售这样子顺着牌啊 诺一定要这样子 轻和害是第一行的 离皮棚探单养福奶奶要在害的下面的 啊那当然这边你可以不用啊你不用skip啦如果你连着下 ok 但是轻跟害情你在第一行然后离开始呢在第二行 离皮棚探单养福奶在第二行 好因为这个是跟他的这个 电子 排列有关第一层的有两个电子 第二层有八个电子 第三层有八个电子啊这样子来排啊反正就是2882啦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表去背的话 请问这个有多少个要背起来 我就删掉一下哈 就是说如果你有去背我那个表的话 其实这个我不要写在这里啊我觉得也是不要 ok 好 那我 我再画一下比较特殊要记起来你只需要记银 啊然后其他金属是正二加你也不用不用去特别里你就 呃在稍微的记一下的铁是正二跟正三 ok 福律 在我们背的已经有了我们再加秀点 啊还有吗没有了 所以要记这几个吧四个罢了啊我们在在前面的那二十个在附加这四个记一记啊就好了哎容易很多吧 对对容易很多了 ok 这个化合教有什么用呢我们来看一下 啊这一这个是那个他就问你啊他让你让你记一下那是多少 好轻是正一价 氧是正负二价 然后金属 常为正二价 啊金属常为正二价我就写真啊我用符号就好了 然后非金属呢 和氧结合的话 啊他就会是比较偏向于正价因为氧的那个 啊他抢电子能力是蛮强的除了福可以抢赢他以外呢 几乎都都会抢输这个氧 但是福又很少出现哦 因为他他是比较有毒然后我们也比较在初中的初中的阶段呢也比较少接触到这个服务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哦你跟氧结合你一定是输给他 哦所以非金属其他的非金属跟氧结合的话呢 通常就会是真正价了那跟氢化合的时候呢因为氢是正义吗 氢很喜欢丢电子给你的吧 这样你就会变成副价了 OK啊所以C很像那个什么呢 SO2啊 SO2你我们讲S不是应该是负二吗 对不对他在氧下面但是他跟O结合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正式啊正六这样子啊 所以这种变价的话呢通常我们不用背起来 他会给我们一个scenario 他会给你说比如说二氧化硫 请问硫这个情况他的化合价是多少 你可以通过计算的啊 所以有这种变价呢就是可变价呢他你不用去硬背 他会让你去计算啊这样子啊这样子很好啊 所以我们我们就啊没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太多东西要背的只是背一些主要的而已 啊还有顺道的提一下哈 如果我不是化合物的话 我只是自己一个单值的情况 sorry啊 这话一下 单值的话呢 他的化合价呢是零的 啊很像说这种情况呢 他的FE 这整个他没有跟其他的啊化合的情况 他的化合价是零哎这个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单值中的化合物啊这里有讲到啦 单值元素的化合物为零加啊零加 然后化合物 化合物的正负化合家的代数和也为零啊也是要为零 这个放符号真啊这个放符号符啊啊 OK 所以啊还有的就是有些元素在不同的啊 有些元素在不同的化合 化合价呢常常相同 比如说这个氧和氧和氢 当然不止氧和氢 通常金属也会一样的 哎 这个他其实是要给给那个那个 例子这样子这是这个我也不不不给例子了 呃因为太太多的情况了 你可以讲说呃H2O里面的欧 还有S02里面的欧 还有C02里面的欧全部欧了都会是负荷的情况的 有一些东西呢在不同的物体呢会有不同的元素啊这个我稍微讲一下 H2S啊还有S02啊还有S03啊 他的那个S的那个化合价都不一样啊很像说在这个情况呢他的S呢 化合价是负荷 H2S H是正吗 他有两个就正二咯 这样S的话就必须要是负荷了 S02他又跟O结合的话呢他 O就抢电子他就抢输了 所以他就必须要给对方电子 所以这个S呢就会变成正四 万一他又 他跟SO3 结合的话呢 S呢就会变成正 3 啊这个情况呢这个很特殊了我们稍微写一下这个情况是负荷 这个情况是正四 哎呦这个情况是正六 啊我们再看回这里了是不是 负荷 真是正六 所以的确流为什么会有这几个可变加因为他会有啊他会跟不同的东西啊 更 跟H2结合他就是负荷他跟 O 结合 O2结合 他就 变成SO2的话呢他就是真实 SO3的话呢他就是真 呃真六啊大概是这样子 OK 有没有很难的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如果我记好了化合价 啊 刚才他是给了我那个 数目的比例 然后呢叫我去计算化合价 现在如果我背好了化合价 我是不是能够推算出我的这个数目会是多少 比如说我现在想说哦我要写氧化纳 我们先写的时候应该是N 氧是欧吗 那是NA啊就是写成NAO 在这个情况呢你就要再写一下他的化合价 NA是正义 他欧是负荷 对吧 然后呢 我 加起来会得到负义 我们必须要得到零对吗 我们化合价值合要得到零 也就是说呢我的NA这里要乘以2 1要乘2才得到正2减2才会得到零 所以呢NA呢这边就必须要2 那我们有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 我们叫做交叉 他写 2呢就交叉 过来NA这边1就过来欧这边 如果是2跟2的话呢交叉了变成你可以越减 你不需要放22 你只需要啊你可以越减然后变成1 比如说怎样的情况呢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是化合价了 书写化合价的一个一个技巧 我先我举几个例子给你们看 说比如说我讲今天我要写养化纳 哎养化铝 养化铝比较特别了养化铝 养是欧吗 铝是al吗 但是他的化合价呢 欧是负2吗 al是正3价了 所以你3呢放过来2放过来 我的写法呢就会变成al2欧3 OK啊这样子吧那你再去计算是不是真的啊 你看啊正3他就乘2了 啊负2 加上负2他就乘3咯 32得到正6咯 这个32也得到6咯所以正6负6就会得到0 啊所以这样子你交叉写了就就就可以了的 所以呢这个两化铝呢他是al2欧3 啊al2欧3啊这样子的 OK那还有什么情况啊啊如果是22的话呢他就不写了比如说什么呢美 养化美 养化美也是一个特殊的养化美来讲呢 养是欧吗 美是mg吗 啊原本是这样子写的吗 mg是正2哦这个欧是负2哦 那如果你交叉写的话呢你就会放到mg2欧2 但是这个情况来讲呢这个2跟2呢我们是可以越减掉了我们只需要 写mg就好了 那你要mg可以吗 可以的因为他这里正2啊这里负2吗加起来就会零了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乘任何的东西 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比如说 na2欧2这个是 啊还有呢 啊我们的这个叫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这个我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双氧水 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用化合价来书写来来预测他的这个数量来讲的 是一般的情况下特殊的情况我们不算啊这个 这个这个呢我们就不不不用这个方式去看了 而已这个词典我们在教了 双氧水 或者我们叫过氧化氢 还有这个是叫过氧化氧 啊这些都是不不太符合啊这个书写的那个规规则的了啊 说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 哈来看啊来看一下这几个 啊来活动 活动13我们看一下 呃氧化铝 哎呦氧化铝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的氧化铝啊就是他这里有提到了好氧化铝 我们的铝 是三价的真三价 我们的氧是负二价交叉血我就会得到ALO3 哎我开笔鞋了 A L 2 O3 OK 流化铝 啊流化铝 流 流是S哦 负二价 化铝 新是ZN 所以ZN呢一般的金属呢都会是真二价 所以二跟二可以越减吗对不对啊越减了所以他其实是1比1的ZNS就好了啊所以通常是22的情况啊33的情况啊你可以不需要你是可以越减然后不需要写任何的东西 所以这个呢我可以打字了ZNS ZNS OK 啊这个铁为什么他后面写一个这个二呢因为呢我们的铁我刚才有叫你们特别的去记铁有特殊 正二还有正三两个情况 所以如果他是正二的情况呢他就写铁二 如果他是正三的 话呢他就写铁三 流化铁三 然后 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铁呢是特别要注明因为他要分辨他是正二还是正三 这两者的情况呢都常常就是他的出现的几率好像是一般一般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呢铁是特别要解所以如果我解铁 流化铁二 的意思哈 就是他的流是 流是负二价吗对不对 化铁铁又是他跟我讲是 啊正二价吗二跟二可以越解所以我们这一边呢也是一样向 流化铁一样他是F1S 啊流化铁 浮化铁 啊浮化铁呢 这个浮呢是F来的 啊浮率秀点负一价 啊浮率秀点负一价 然后轻呢我们就讲他是正一价吗 啊轻是正一价 所以呢一跟一的可以不用不用去理他了说这个呢直接可以打HF HF呢是 啊一种 如果我叫他浮化铁呢他是一个气体来的如果他可以融在水的话呢他就会变成 呃 浮清酸哪有没有记错这个浮清酸是非常强的一个强酸 啊听说可以把骨头给融 啊溶解掉啊所以这个之前的有一套戏呢是用 啊这种警匪片的啊就是讲说他用这个浮清酸呢把那个骨头给融掉 啊这样子 啊绿化铜 我们来看看下绿是什么呢 绿是cl 绿化铜 铜是cu 绿是cl 然后呢同是一般来讲的是正二价啊一般 啊其实 c u也是 写写是跟铁一样的是有 两个情况正一跟正二 但是初中的阶段来讲的大部分的情况我们还是用回正二啦啊正了所以 二的拉下来你就会看到 一 c u是一个啊啊 c u只需要一个 二拉下来就变成c ucl ok 所以绿化铜呢我们是写c ucl的 c u c l i要小写总之那个数目的都是小写的我们 可能我之前打就是因为打不到所以 啊就是 啊写了大写啊 OK 伏呃绣化银 绣化银 银是叫ag 请问多家 有没有人懂 Rachel 银是多少家 C u是BR BR多少家 应该 应该 啊可能你们现在还刚刚接触了啊 啊清 清甲纳银正一家 OK清甲纳银正一家福利秀典负一家 一根一所以我们这个呢其实是agbr 没 完全不用写数目 完全不用写数目 啊因为他是正义跟负义的情况 OK就这样了所以为什么呢看到有一些好像有数目老师有一些情况有数目有些情况没有数目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是正义跟负义所以不需要写或者是正二跟负二不需要写 啊除非他是正义跟负义 正义跟负义啊或者是负义跟正 正义跟负义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了你就会需要写数字啊啊就多个来平衡得到一个化合价呢为零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呃呃呃什么 原子团的化合价呢一般上呢你就可以看做他之前我们 呃之前原子团的时候呢我们有讲他的那个呃呃台的电荷吗那么对一般上那个电荷呢 就是他的那个化合价了 整体的化合价你把它当做整体当做是啊一个化合价 Unter 所以就会比较容易看 比如说NH4它是正义的 NO3它是负义的 这样你整体当中一个正义一个负义 你就交叉写就是NH4NO3 这样子 它不能单独的存在 所以它是化合组成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它一个整体 看它一个整体 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 销酸根跟暗根 然后暗根是正义 销酸根是负义 所以就会结合了 所以这个还记得 这个应该是重新的在 让你在看 但是这一回加了一个磷酸 Olo Sokobo 这个顺序就比较像是我们 我们背的顺序 它只是多加了这个 还有这个 我们把这两个Skip掉的话呢 他纯粹是加了一个H啦 H是正义的吗 对不对 负二加一个正义不是负一咯 所以他其实是整个东西是很逻辑的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单独的去看 为什么SO4是二负的 因为呢 S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是正六价 O是负二价 OK 所以正六 然后负 因为O是有四个 所以负二乘四就会得到负八 负八加六就会得到负二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个负二呢 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这样子来的 OK 那当然呢 我们之前呢 有GU上讲的那个正义和负义 这个我们 理论上来讲 他其实是整个意义上会不一样 你要注意的是他不同在哪里 我们写在这个 右上角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写数目再写正负符号 但是原子团的化合价呢 跟这个电荷差不多 我们会写正负符号先 对啊 我们会先写正负符号 然后呢 再写那个数字 好 所以他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顺序上的不一样 E上其实他们很相似 但是其实是有差别的 还是有差别的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活动实施的部分 C O三二负里面的C到底带了多少价是正式价 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啊 负 因为O是负二乘三就负六 我要得到负二 像我的这个C就会是正式的 OK 那这个H 这个很这个很奇怪的情况 NH是为什么 我们讲NH理论上来讲是正义 这样N应该就是负三 但是很奇怪的情况下 他的N竟然放了前面 他不是放后面 这个我也是很懊恼的 我每次跟这个化学主任我一次问他 这个情况为什么那个N会放在前面 他也是摇头 所以有时候化学呢 他有一些特例的情况 因为他是一个N 然后接了四个H在周围 所以变成了他中间那个东西 其实是放放 他把中间那个东西放在前面 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原子团的一个规则 而不是看化合价 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倒转的一个情况 N他的化合价虽然是负三 OK 但是他写在了前面 所以这个是特例的一个情况 这个欧也是欧也是一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欧是负二 啊 L欧是负二 所以而且我们也是讲了欧一般上也是负二啊 黑是正义的情况 在黑的化合价这个要注意哈 黑的化合价 黑的化合价他正在讲呃 在这个情况下的黑应该是正义的啊 所以一般上来讲的初中的阶段 我们都会接纳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就是黑都会是正义家欧都会是负二家 OK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呃 这几个情况到底怎样书写 OK 我们来看一下 碳酸 写后面对碳酸 还有那 OK 我们交叉一下碳酸是CO3二负的 哎 化合价就是负二 所以看你要写哪一个了 我是书写上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的整个过程呢 不需要写给他看了 NA是正义的 那你可以写正义 然后你就招叉了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NA这边要两粒了 啊CO3呢就只需要一个了 啊所以这个是NA 这个写法 OK NA2CO3 OK 好 氢氧化硫 氢氧化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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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氢氧化硫氧 氢化硫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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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硫� 所以原子团的就是这个要注意了 如果你有数字的话 你记得 哪一个 哪整 团呢 挂护起来了才放那个树木在外面 OK 那碳酸后面没有东西怎么办呢 如果碳酸然后没有东西的话代表他跟清结合 这个也是一个规则了哈 碳酸 后面没有东西 这个代表他是加黑的 OK 所以前面要黑黑是多少家增一家 碳酸是CO3二负 二拿下来一拿过去 所以是H2CO3 这一个东西呢就是碳酸了 OK 先记起来一下 H2CO3 所以呢我们以后呢会有什么硫酸 H2SO4 有酵酸 HNO3 有碳酸 H2CO3 甚至有磷酸 H3PO4 OK 等下你们自己用同样的手法再去练习写一下 硫酸碳酸酵酸 呃还有一个叫研酸是还有HCL啦 这个呢我们先不要讲 OK我们再看一下绿化氨 绿 化 氨 还记得氨根吗 氨根是NH4 然后是正义的 绿 是CL然后是负义的 1比1我们不用写完全不用写数目 我们只需要写 NH4 然后 CL 一个S一个CL OK 再来酵酸 酵酸 酵酸 盖 OK 盖写前面啊 是CA 多少价 正二价 酵酸写后面酵酸是什么 NO3多少价 负义价 一交叉的时候呢这个NO3呢就要两个了 CA就一个了 NO3要两个啊整个挂回起来 Ca放2 好所以是CaNO3 Ca 挂回 NO3 2 磷酸呢 磷酸盖啊 磷酸盖也是盖 啊这一边是磷酸 OK 盖是CA2 一个真 真二 随便 啊 P 呃这个是磷酸是Po Po4 -3 交叉的话呢CA就要拿三个 整个Po4呢就要拿两个 OK 3拉下来 2拉下来 所以很 就是这样子来交叉了啊 哎我们写一下 啊磷酸盖 CA3 挂胡 Po4 2个 时间刚刚好 说这个就是我们书写化学式的方式 除了 似的 也 了 似的